你这也不是黑头啊 你这是吹毛 还分不清黑头吹毛只是为师的 这期视频带你们 低成本清洁 加长期维持 第一个吹毛 远看黑点点 近看黑毛毛 典型的加黑头 先用热洗脸睛 师傅三分钟 再用先用油 油油油 清洁老肥角质 吹毛多数都是你的选技术过多 正常的一个洞 一根毛不明显 过多的一个洞 一束毛 外加出油多 清洁不及时 毛旁边角质油脂堆积 那远看呢就是黑黑的 用细胞夹拔除吹毛 和脱毛的思路是一样的 就干净了 如果有靠谱的家用脱毛衣 可以打一下 延缓它生长的速度 如果没有了 勤快一点 两周清理一次 第二个呢只之为师 起出来是细长卷曲状的内容物 它不是黑头壁口 它是皮脂线的分泌物 混杂了角质和粘东西 变成浓稠或者固体 堵在毛孔里 用氨基酸剪面系列 用血氨酸棉片的颗粒面 利毛孔方向擦三遍 然后反面敷五分钟 表面灰灰黑黑的点点 就会干净很多了 再遗产了一周 两到三次用一些酸类的动膜 控油同时还可以溶解表面角质 内部油脂就越来越少了 三黑头 看清楚了 是这种凸起的 冒头的 表面黑色就是黑头 表面白色就是白头 轻度了可以在洗脸前 用热洗脸筋 湿敷一下鼻子 用西红油和西红膏油出来 眼中的贴个鼻贴 很多小颗粒啊 油脂粒就已经浮出来了 用这种针的轻刮一下 之前的这一篇视频呢 我已经很详细的讲过了 这里就不多叙述了 你们自己去看 以上三种呢 清理过后 都要涂一些修复屏障的产品 网间可以涂一些 收收毛孔的精华 清完两到三天 鼻子上可能会出现一些 因为挤压力度过大 导致的死皮或者起皮 这种情况呢 在化妆前用油液 配合棉签 搓掉就好了 还有什么鼻子黑的问题呢 可以评论去问我